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五步 有車 不能坐 JR 就是不搭 不搭 NO 我們是東京走橋 我是寶波 我是文安 很多人都覺得 東京走橋的行程就是鐵腿行程吧 沒錯 那我們今天就來鐵腿給大家看 我們要來進行 都不搭車的東京鐵腿一日遊 那我們的起始點是 一千一百八十三步 我們這次的路線呢 是新宿走到中木黑的來回 但是來回是有不同的路線喔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新宿育苑 雖然今天因為是1月2號沒有開的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從外圍繞過去 不過呢我們會播放一些 我們之前走過的風景給大家看喔 我們早上會選擇公園這段路的原因 是因為很多店都還沒有開 但是我們下午開始就會經過表參道 然後澀谷或是圓宿等等的 知名的一級戰場喔 另外啊我們今天設計的這個行程呢 如果你是非常喜歡邊走路啊 邊欣賞城市的風情啊 然後感受整個就是城市的人文的話 這樣子的三步路線會非常的適合你喔 停住院的周遭啊 有時候可以找到還不錯的咖啡店 像這家La Poème 如果我們剛剛是走新宿育苑的內部散步出來的話 就可以走我後方的這一個大幕戶門 我們現在走到市府的附近啊 然後要往外院前的方向搖 目前的步數是4427步 這樣啊 就是不搭 我們現在進到了外院前喔 這邊有名字成功的棒牛場 然後還有著名的隱性大道 散步消耗的熱量 我們就用Shake Shack的漢堡來補足吧 我們現在走的是7167步 耶!我們的漢堡來囉 在外院前的這條銀杏大道上 也有兩三家的餐廳可以在那邊吃飯休息 那吃飽之後 我們就往六本木的方向持續走路吧 我們現在走到了青山一丁步站 但是呢 我們有要搭車嗎? 不搭! 我們就正式進到六本木啦 這邊是六本木的NITOWN 現在是9597步 我們今天早上都是安排散步的行程 然後看看城市的風景 那一方面是因為呢 東京它的行人友善做得很棒 橫行道都很寬敞 然後再來是它綠化做得很好 所以有非常多的公園可以逛 在六本木NITOWN旁邊的快山公園 很適合親自來這邊野餐或者是散步 公園裡面的日式庭園 是東橋的小祕境 我們現在散步到了六本木之丘 在六本木之丘這邊 大蜘蛛的樓層 有一個平台可以看到東京鐵塔 如果有點時間的話 六本木之丘也是在逛街的好場所 我們現在經過六本木 來往廣尾的方向走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經過一個 阿里斯卡瓦公園 這個公園紙批非常旺盛 所以夏天來的時候也不會熱喔 我們現在路過廣尾站囉 要不要進去 我們現在走了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七步 經過阿里斯卡瓦提南康園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到了廣尾的商店街 那我們走累的休息一下在廣尾的The Pizza 吃完Pizza囉 我們下一站就是往惠比獸的方向走啦 在廣尾這種悠閒的地方 買杯咖啡、水手喝去去散步吧 廣尾這一區算是東京房租比較貴的區域 也就代表生活環境很好 所以看不起來很悠閒喔 我們現在走了一六九八四 惠比獸好也是一個餐廳跟咖啡店很多的地方 走累的話可以在這邊找一家休息 我們從惠比獸進入了戴觀山的區域 那戴觀山這個區域呢就等於時尚 像我們現在已經過的店啊 大家散步過去的時候 我的興趣都可以直接進去看看囉 那我們去澀谷之前 先經過拉兔肉看看這邊的燈飾吧 我們走到現在也正式的走進澀谷囉 我們走到現在也正式的走進澀谷囉 我們現在也正式的走進澀谷囉 我們現在經過這個地方叫Shibuya Stream 然後是最近才整治好 所以在這邊拍照啊散步啊都很棒 我們今天所推薦的這個行程啊 很多都是要走路才能夠抵達到的絕境喔 我們現在走到Shibuya Stream的二樓啊 這邊有很多餐廳可以選擇耶 JR澀谷站 搭不搭車 我們終於走到澀谷啦 那我們現在肚子也餓了 趕快去找個晚餐吃吧 好 餐館的也是J.S.Curry 那我們現在吃完晚餐囉 要往哪邊走 繼續散步前往元宿 現在經過的是澀谷的Sender街 這邊有很多店 所以大家散步的時候可以順便逛一下 我們現在走了兩萬四千四百七十一 我們前往元宿之前呢 我們先經過毛街 貓街這邊有很多年輕人喜歡的小店可以逛 我們現在走了兩萬四千四百七十一 那穿過毛街之後呢 我們在表餐道走走吧 在表餐道這條主要的道路上 有相當多獨立的精品品牌 大家可以來逛逛 我們現在走完表餐道是兩萬七千四百八十五步 表餐道站進不進去 走得很累 我們來到了日本版的五十來 休息一下 準備 最愛喝的很多很多綠 那我們喝完飲料之後呢 我們旅程也快到了尾聲 現在在哪邊呢 現在來到年輕人最愛的竹夏通 竹夏通的巷子裡啊 轉個彎可以到東鄉神社 我們從元宿啊 一路走到代彈墨這一段路上面呢 就比較沒有東西可以看 大概是會走二十分鐘左右 有車不能坐 這是我們經過今天的最後一個車站 代彈墨站 到底要不要搭車呢 我們接近新宿了 我們現在在新宿的South & Terrace 但是我覺得今天最大的成就是 我們經過四驕 Shake Shire 今天這個鐵腿行程啊 連很長走路的東橋都覺得有點累 但是我們並沒有逼你們一起走啊 所以隨時都可以上車啊 輕速車站 三萬三千四百九十五步 以上就是這次South & Terrace的 東京鐵腿一次游 對自己腳踏有自信的人 歡迎來挑戰 我是文波 紫文 大家下期再見 掰掰 雖 beard 回恩 Yay!